好,畫面就用一下囉 在這邊補充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就是 姓名、業績跟薪資這邊的比較 就是 這邊右下角就不會出現快速分析 你有看到嗎? 可是你把這三欄把它隱藏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右下角就會出現 圖表 這樣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就是你把那三欄隱藏起來之後 你又可以再做另外兩個資料的比較分析 不相鄰的兩欄 好,那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假設 假設 假設我們現在就只選到業績跟薪資 然後呢 我們知道統計圖表在哪裡 我們也可以用插入 然後接下來去找 這邊有一個建議圖表 那右邊就是預設那麼多種的統計圖表 例如說 假設我今天就用直條圖 還是可以出來 好 所以我只是說 提供給你們參考這件事情 一者快速分析 它雖然蠻好用的 它雖然蠻好用的 但是針對 互相鄰的 內容是沒辦法做分析 那 變成我們必須要適度的去隱藏某些欄位 好 然後再接下來 我們可以針對這些欄位內容呢 來去做一些調整 我們就可以畫出我們想要畫的統計圖表 老師,你最後做的這個會是數列一二三 它沒有呈現那個 那我們再稍微調整一下標題 應該就可以了 這應該不是很困難的 因為它把這三欄都當作是數列的資料 所以就變成一二三 不過我是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你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學會 我教你的這件事情 剛剛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 因為我這個底心呢 底心呢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底心付給他 當然底心跟我們的業績是存在關係 我們要畫散步圖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個 由左下到右上的關係 然後另外 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來做比較 好 你有沒有發現 林民生 他的底心高 但是 他的 他的什麼 他的業績並沒有達到 你看像 像例如說 給 林家 尾 這樣子的一個 底心 但是他業績有做到 對不對 好 至少你要知道說 這個 這個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又代表什麼意思 另外 如果說 如果說 這個 這個金額 底心 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他 業績要是做到這個地方 這也是有差別的 OK 所以 我會希望說 你至少 畫出這種圖 你要分三部分 來去討論 第一個部分 底心 高過於業績 第二個 底心 跟業績一樣 第三 就是 底心 低於業績 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各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你去看一下 你畫出來的圖 是不是跟我應該是差不多的 然後接下來 你會懂得分析 好 我們接下來 就來分享 假如說 這邊我輸入一個人 一個公司名稱 那我們去看 我們是不是要去找客戶資料 假如說 我今天輸入 浩博廣隊 或賣多貿易好了 我輸入賣多貿易 賣多貿易 我就希望說 這邊就直接秀出聯絡人 他的電話 他的傳真 他的地址 那不就是也是用剛的VLOOKER本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嗎 首先第一件事情 先把這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 定義起來 好 又要教你新功能了 以前我們選Ctrl加A 它是針對 所有整張工作表 現在你點Ctrl加A 他只選到所有的資料範圍 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按Ctrl加A 他選到這個地方 選到這個地方 這就不太一樣 這跟之前的版本不一樣 至少跟2010以前的版本 是不一樣的 記住Ctrl加A 不再選整張工作表 而只有選所有的資料範圍 然後接下來 尤標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輸入什麼 我覺得 不要浪費時間 再打中文字上面 我們就叫BBB 好吧 你可不可以叫B1 不行 因為B1已經被定義了 可不可以叫VLOOKER 不行 就是這幾個字 什麼等於啊 加減乘除啊 或者是那個 英文加數字 不可以用 因為這些都被定義了 好 那我就叫BBB 記得哦 要按Enter 這個時候是 這個時候 就是 告訴Excel 我輸入完畢了 對吧 像那個 我們打新微軟倉截 是不是最後都要補一個Enter鍵 好 來 請你先 游標移到有資料的內容 這個客戶資料表 我們現在講客戶資料表 所以點一下客戶資料表 Ctrl加A 對不對 然後針對這個 這個名稱方塊這個地方 點一下 輸入BBB Enter 好 先門動手做一下 好 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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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